张华县政府和救国团张华县团委会 29日在张华演艺厅隆重举行 青年节优秀青年表扬大会 即魅力四摄舞动人声标舞大赛 张华县长为名鼓 张华县政府和救国团张华县团委会 张华县议会秘书长李俊德 救国团张华县团委会主任陈山明 共同表扬124位优秀青年 所以未来县政府对于任何的施政 一定会建设留给年轻人 会追求这个预算的纪律 不会乱花钱 未来我们也会给年轻人的希望 第一个 张华县政府补助年轻人 每一摊三万块生意的补助 育儿津贴下个月开始 每个月都有三千块的育儿津贴 未来我们对年轻人的旧学 旧月我们还是有无喜的 每一年一百万 连续三年三百万 无喜让年轻人来创业 相信各位在座的优秀青年 刚才听了县长的一期话 我想以后不管是就业或踏入社会 县政府都做好很好的规划 大家可以放心的在学上忠致 在工作上努力认真 政府应该协助你们的 你们都放心了 今天很高兴能够代表我们张华县议会 谢宁的谢议长 来到这个地方参与今天的盛会 那么能够有在这么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 虽然没有放假 但是是纪念的一个日子 我们能够举办这样一个活动 相对的对于我们的 让我们的这个 从所有我们千年的活力当中 让我们觉得 我们一直在做这样的社会服务工作 内心感觉到非常的一个 跟着洋溢的青春的一个活力起来 今天能够当选这个某案青年 是这一生最荣幸的一件事情 在这里我个人也勉励各位社会的青年 能够跟我一样 能够对这个社会有所贡献 卫献奖希望透过表扬活动 让国家的年轻人都能奋发向上 在各方面都能有杰出的表现 表扬活动同时举办标舞竞赛 来自全县的15个青少年队伍 齐聚一堂标舞 场面热闹非凡 展现青少年的热情与活力 公益频道张华允张化采访报道 到时候就发现了 从最后的房子都需要 Sang与活力